你好我是李诺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西文 Campfire烧毁了许多人的家园 上万名无家可归的受灾户 要住在哪里 熊熊烈火烧了两周的北加州Campfire 火厂所在地Bot County 是一个盛产核桃杏仁和稻米的农产区 大火光是在11月8号一天 就烧毁了将近14000栋房屋 这场大火让5万多名居民无家可归 Seguimento和Rading的饭店 在Campfire之后全部大爆满 临近Bot County的Chigo 大火发生之前原本有200多栋代售屋 大火发生一周之后 当地的代售屋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 灾民抢房子让房价大幅攀升 虽然利用灾难期哄抬租金是非法行为 但是还是有房东趁火打劫调高租金 原本一个月月租2000多的房子 有房东竟然调涨到一周就要2000多 月租一口气涨了四倍 抢不到房子 租不到旅馆的灾民 只好买露营车或是旅行车作为战时的栖身之所 有灾民干脆离开加州 因为加州已经没有足够的房子容纳灾民 提到疯狂房价 再带您来看一个位于North Berkeley的超夸张案例 这间三房两位浴的房子 室内面积只有1100平方尺 屋主原本开价将近90万求售 结果两次Open House都吸引了超过300人看房子 有12个人出价 为了抢到这间小房子 买家简直疯了 最后得标的人开出152万美元 比定价高出将近63万美元的价格 夺下这间只有一千多平方尺的小房子 房地产经纪人说 这栋精致小屋 附近有餐厅有精品店 又位于绿意盎然的社区中 生活机能好环境好 但是竟然有人豪气的开出 比定价高出70%的价格抢标 连房地产业者都感到意外 业者说最近这几年 完全房市太多成交价比定价高的案例 独特的豪宅 临近车站的社区都很热门 旧金山的Glenn Park Pacific Heights 就有房子在上市9天之内 就被人开出比定价高出160万的价格抢标成功 Glenn Park也有一栋两房一玉的小房子 被人以定价高出80万的价格买下 感谢收看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